北市大羽球公開賽 週末在台北市立大學展開 這項由學生自主籌辦的比賽 邁入第二屆 今年再度吸引上千位選手參與 希望能持續推廣基層運動 大家熟知的戴智穎 這是學校的招牌 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成績招牌 所以後續會來參加的人 我想會越來越多 現在台灣的那個運動人口 也就越來越多 那尤其是這個羽球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供好的平台 讓他們出來比賽 他們將來就更有很多的一些 比賽的經驗 第一天賽程由國小組打頭陣 場上小球員架勢十足 場邊也有家長自備攝影機 將孩子們的表現記錄下來 賽後一起討論如何更上層樓 小朋友喜歡打 對 我們才跟著喜歡去練 我們平常的時候 就會幫小朋友多做記錄 然後回去的時候 會檢討一下他打球的狀況 對啊 然後分析他的球路 哪裡打得不好 自己想學 因為就喜歡打 會跟我講我的缺點 然後要改進 就是腳步之類的 然後手啟動之類的 小朋友主動提出想要學羽球 尤其我國一格一解 周天辰 戴姿穎更是不少人 學習的對象 看到羽球風氣更順行 以及參賽者的平靜 都會讓北市大學生更有動力 繼續舉辦賽事 YTV新聞採訪報導 有請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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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